欢迎收看小李说球 今晚七点半 国平市平赛成都市平赛收官之战 对战双方是中国南平对阵德国南平 对于南平来说 今天还是忘掉昨天的比赛 我相信不论是小胖和大头也好 还是教练组也好 昨天晚上一定是做了深刻的组织 女队的庆功会是别让参加了 女队他们可不喝白酒 反正国俩应该是跟他们一块庆祝绝的 孰球赢球都不能去参加 明天咱们要比赛的 能能喝酒吗 打完了之后肯定会有 男队也会庆祝的 这比赛怎么看 继续评仰比赛 首先小李觉得 我觉得我们输了就输了 确实也批评的很多了 从这个视频咱就此别过 今天的比赛确实已经没有 应该是比昨天的好打 大家就是忘记所有东西 他们打进决赛 他们也不会放弃 他们也不会打得很差 这是你要记住的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我们一定要忘记昨天的比赛 我们可以不忘记 是你们 反正中马龙王主席 肯定是不会换人了 你放心 百分之百 虽然我没有看到对战表 或者谁打一单 谁打二单 谁打三单 其实也不重要了 因为德国那三个人 除了华裔有点强 这外面两个人真的是很水 对吧 所以说我们赢是赢 当然大家想看的就是完美收官了 不管打得好 好看不好看 就完美收官 这个是第二点 就是说他们能不能忘记这个事 比我们更 我们目的的话就是打嘴炮 他们不忘记的话会影响未来的今年的比赛的 因为今年还有很多比赛 还有很多比赛要打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看好谁 我还能看好谁 我看好中国队 对吧 虽然这里有很多 他肯定是我不喜欢他教练 我也没有一些表现了 但我依然 我是永远支持中国队的 这没有办法 对吧 不好 有人说你啥也不是 我肯定啥也不是 我确实不是教练 但我作为一个球迷 平球的 我有权评论任何人 除非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他们他们不再用中国大会人的钱 他们真的走上了职业 球员能自己养活自己 球员能自己凭着自己的预言参加比赛 没有一个不成一个队伍的时候 像网球一样 或者像像就是网球一样 或者没有别的运动 对吧 那样的时候 或者像CBA的球员那样 他们有一天真的成那样之后 我不会骂任何人 我肯定 我不会骂任何教练 因为教练也是球员找的 那天我估计我活着 应该是看不到的 我希望我的后代可以看到 或者是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也挺好 对吧 但我会依然 我就是什么也不是 但我有评球的资格 我会对我的粉丝们负责 虽然我的粉丝呢 明显是有七万多 但是喜欢乒乓球的 或者是包住我的黑粉 其实也没有他们多 但我还是谢谢大家一路的支持吧 另外呢 就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 关注我评论 我谢谢大家的支持 也感谢大家都喜欢乒乓球 我觉得我们有资格去评论任何人 你们也有资格 但我只能说我的观点不代表全对 但我肯定会骂你们 会跟你们辩论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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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